当地时间13号下午 为期两天的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理事会第四届年会 在卢森堡落下帷幕 亚投行各成员国理事和代表 以及有关国际组织 学术机构 民间团体代表 共计2200余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现场还举行了 亚投行理事会年会举办国交接仪式 北京将承办亚投行理事会第五届年会 当天的会议决定 亚投行理事会第五届年会 将于2020年7月2号至3号 在中国北京举行 当天的年会正式会议结束之后 会议现场举行了举办国交接仪式 北京正式接过亚投行年会的接力棒 这将是亚投行继2016年6月 在北京举办首届理事会年会之后 再次回到北京举办年会 出席交接仪式的中方代表表示 2020年亚投行将迎来成立五周年 将由起步阶段步入稳步发展阶段 2020年也是中国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年 中国承诺将努力办好下届年会 与其他成员一道共同描绘亚投行未来 美好的发展蓝图 profession指教她减图 那是最少的论多了 也没有论多了